今天的大盤下跌了652點 那老實說 疫情的雜音會讓短線上面有系統性風險 那後續行情怎麼看待 還有 今天會交給大家 如何來判斷聽說的真緯度 請看今天的盤子解盤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2021年5月11號星期二的忍者無敵 我是摩爾政訊同步分析師陳坤仁 各位朋友不好意思 今天的下午3點一樣接受中天的盤後連線專訪 所以今天節目稍微晚一點播出 不過今天盤後節目的話非常重要 所以請你務必一定要看 那節目剛開始的時候一樣先看這個來 我是摩爾政訊同步分析師陳坤仁 那在我節目裡面 我會用很多數據面 告訴你現在目前的行情看法 然後告訴你一些風險在哪裡 我會告訴你機會在哪裡 我不會跟你亂槍打鳥 一路是喊多再喊多 我等一下會稍微調整我一下最近行情的看法 那如果喜歡我的節目的話 歡迎訂閱按讚分享加開小鈴鐺 我們的YouTube頻道 然後另外的話Line和Telegram 上面有更多的投資資訊分享給大家 那另外的話是0800-668-085 是我們免付費的服務電話 無論手機四話平日假日都可以來做播通 我們如果需要有協助的話 也都歡迎用電話來做相關的服務業務的洽詢 那另外的話粉絲群還沒加入的話 趕快來就加入 上面有更多的投資資訊分享給大家 這麼多這麼多好康 我就不一一帶過了 那但是請你務必留下你的姓名和聯絡電話 可以讓我們小編趕快幫你來加入粉絲群流程 一分鐘的小小的行銷時間 那我們趕快來看今天很重要的行情 和個股的一些相關超速面的提醒給大家 來先看一下今天的行情 那我這個剛剛在我們盤前的 因為我們剛剛的預告的時候有跟大家做提醒的 就是今天的大盤加均指數比較麻煩一點是 重挫然後又再跌破了月線的這個很重要的一個支撐位置 所以在短線上面因為 剛剛應該都看到了 因為疫情這樣一個擴大的影響 所以在短線上面 我對行情的看法來說的話 我會提醒大家 短線上面難免會有一個系統性的風險的影響 那之前原本是因為如果疫情都在可控的範圍 然後似乎對於行情來說的話 我就拉回手穩 就是一樣偏多操作 可是現在目前看起來的話 就是要是疫情看起來有擴大的這樣的現象 所以我不得不尊重這一次的一個疫情這樣一個發生 甚至這樣擴大的這個狀況 所以短線上面 當然你看到現在目前看起來似乎守住了季線了 那不過因為今天目前我錄影的時間是下午5點鐘的時間 那晚上的時間點的話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那個比方說像是今天晚上 是否融資有沒有適度的去做減肥 或者是說在短線上面看到一些相關的一些 落底的跡象有沒有辦法看到 那如果有的話 那後續能夠在季線這邊做手穩 有機會再去做往上去做攻堅 那如果沒有 那萬一如果跌破了月薪和季線 那我們行情會再更調整更為保守一些些 那這個是我對行情必須要去做一個 適度的尊重的這樣一個原因 那另外的話 如果其實今天我本來想要跟大家多說一些這個部分 就是在4月的營收的公告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昨天已經把4月營收全部公告完畢了 那今天的話其實新聞都已經有來做報導了 那可是如果就所謂的4月營收看起來的話 還不錯其實還不錯 就是在4月營收有創新高的這個加速來說的話 有到126加 那雖然它少於3月份的173加 可是至少它還是比去年4月份同期的83加來的更高一些些 那所以其實如果就一個景氣的角度來說 或者是從一個趨勢面的角度來說的話 它至少還是走在一個比較屬於一個復甦這樣的一個階段 當然3月很漂亮 然後4月的話看起來也不差 所以4 5 6月本來 本來就是一個過往的一個叫做是淡季的這個部分 那可是如果在淡季這個過程裡面的話 看到比去年同期還能夠增加的話 其實還是屬於一個還蠻OK的 可是無論如何 這個是屬於基本面這樣的角度 可是也無論如何 在短線上面的這個疫情的雜音 也干擾這個全市場上面這樣一個動向 那甚或是說呢 如果就一個電子資金比重來說的話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找盤還沒有到盤中的時間點的時候 本來傳產的個股還是屬於還蠻強的 就是類股輪動的這樣狀況來說的話 電子稍微弱一些 然後傳產持續強一些 可是到中廠過後 連所謂的相關的傳產運輸料這個族群 都有一個比較屬於下殺的過程中 或者下跌的過程中 那中廠的話大家都一起跌 那當然今天看起來行業還蠻強的 我們等一下稍微看一下狀況 那其他的話像是鋼鐵 似乎有點像是那個漲多 然後徐酌修正了 然後連金融也跌了 然後甚至像是一些電器電纜 像是塑膠這些相關的個股都在跌 那今天的話真的是屬於一個大跌這樣一個過程 那等一下跟大家說明一些 相關的超出的方向 可是如果就所謂的短線上面來說的時候 電子比重只要是續創新低 那有兩個看法 叫做是 沒錯就是電子的資金 它就是不在這個電子屬群上面 所以這個行情上面看起來的話 如果行情要回穩 就是我們之前跟大家說過的 電子必須要先做回穩 才能讓這個行情讓這個指數能夠回穩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來說的時候 這個時間點電子的資金 確實是造成短線上面 比較麻煩的一件事情 那可是 電子的資金到這個時間點 也已經到了一個比較偏低的這個水位了 就是已經到一個近期相對低檔的地方了 那也就表示說這個時間點叫做是 跌無可跌殺無可殺 那當然你會說 大哥有啊 今天電子股還在中錯啊 那可是我又要告訴你一件事情 叫做是這個時間點 叫做是已經有一個 超跌的現象發生了 所以這個時間點的話 可以請大家留意一下說 如果後續我還是要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只要這叫做是非經濟利空的利空 它就不是利空 可是這個時間點確實是帶來了一些 比較短線上面的一個恐慌的氣氛 這時間點當然會有所謂的超跌的現象發生 所以這個時間點 我們反而可以留意一下說 似乎有一些超跌過程之中 有一些很好的個股 出現了一些相對的買點 所以這個是可以做留意的部分 可是我還是要提醒大家 所謂的留意 就是你還是要稍微等一下下 因為我們也跟大家說明過 就是落下的刀子就是不要接 那這個是恐怕是這個時間點 大家還是需要稍微多一點的時間 去做等待的這個部分 那你再看一下最近這幾年的 如果超過跌點500點這個跌幅的 跌點的統計來說的話 其實今天下跌652點 那其實今天的話 其實算是近幾年來的跌點數 算是排名第三的這個水準 那可是因為現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之前跟大家說過了 如果1萬點的100點就是1% 可是1萬點的 1萬7千點的100點根本不到1% 所以今天的下跌幅度是3.70% 所以甚至還比那個什麼去年的那個 就是1月30號的那天的疫情 就是剛爆發的那天 它的那個跌幅更來的輕一些些 可是如果就跌點來說的話 其實差不多差不多的跌幅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就是這個時間點 要請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指數在高檔這個時間點 那個股的一些相關的波動會更加的加劇 所以這個是要跟大家做 額外的提醒的部分 那這時間點相關的類股輪動的速度 又更加快速 所以稍微提醒大家一下相關的一些操作面 必須要注意的部分 那跪滿的部分來說的話 其實也跟類那個 跟大盤交易捲指數有一點點相似 因為今天 因為昨天的大盤站上月線 今天的大盤的話又跌破月線了 然後今天的跪滿的話 也跌破了季線的這個水準 所以現在這個時間點 耽誤自己必要的時間 必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趕快讓大盤交易捲指數 能夠再重新在月線回 月線之上 然後讓這個行情能夠持續震盪偏多 或者是說這個跪滿指數 能夠趕快再重新再回到季線之上 讓這個行情能夠持續震盪偏多 所以這個是在後續的行情 必須要去注意的地方 所以這是對行情的看法 那我也講一下 就是我對行情的看法的話 稍微在調整 就是稍微在調整 跟之前的看法有一點點不一樣 可是這個叫做是 那個疫情上面的利空 那對於疫情上面利空的話 我覺得對於後世的行情 就是用這個疫情 能不能去做控制 來去做後續的一個行情的研判的方向 那今天的話 我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因為其實今天的那個防疫族群看起來蠻強的 就是毛寶啦 什麼康納鄉啦 恆大這些 都有漲停板的這樣一個現象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說這些個股 就是在短線上面 雖然他們叫做是因為 那個疫情的爆發 所以讓這個所謂的 那個短線上面有 也去做大漲甚至漲停的這樣一個現象 可是 我之前跟大家說過的 舉一個例子來說 像恆大 你會發現說 那個恆大 已經從很高很高的地方去跌到現在目前為止 已經是腰斬在腰斬了 那這個時間點如果你去看像那個 那個藥局的口罩 你幾乎可以買到 那個繽紛 繽紛十色五顏六色的口罩 都沒有任何的問題了 這時間點的口罩 根本都已經沒有什麼缺貨的現象了 那甚至或是你看一下它的 那個四月營收就恆大好了 就是你看其他毛寶康大箱也都一樣狀況 你看像恆大四月營收 它的那個 雖然還看起來好像還不錯 還有1.36億元 可是我就月增的角度來說的話 是衰退了2.19% 然後就年增的角度來說的時候 它還衰退了56%之多 所以在這樣狀況來說的時候 這種防疫的個股就是屬於那種 就是屬於跌升反彈的行情市值 那它今天就算漲停了 可是它如果就算還能夠再漲停好了 可是那個漲停的話 你要隨時要務必留意一下說 如果後續的疫情的受到控制了 那它們很快就會回到那個下跌的那個過程 所以這個是要必須要去做 留意的部分先跟大家來做提醒 那另外的話呢 傳產原物料也要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 就是在這個時間點看起來 因為我們昨天有跟大家說過了 像是台塑昨天跟前天 甚至禮拜五的時候 那也跟大家來做提醒 就是在這個時間點 看起來好像原物料的族群 還是屬於一個偏多的這樣一個態勢 可是呢大家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已經有一點像是 走勢分歧的這樣一個現象了 那盛禍市台塑集團 它就是幾乎是一個很老實 很務實 專注本業的集團 它有提醒說 那因為那個疫情的關係惡化 新興國家疫情惡化了 盛禍市這個飆漲的過程中 已經讓這個無力去做轉嫁高原料成本 這樣一個現象發生了 那盛禍是說有一些產能 有一些陸續開出來了 所以如果就所謂的塑化的題材來說的時候 也要稍微小心一下下 這個時間點 就不要太特別再去做追高了 那比方說像今天還蠻強的 像是綁織族群也蠻強 甚至像是 我們看到像是 造紙族群也蠻強 那至少這個時間點 原物料族群的話 就變成說已經很像是多空 過熱的分歧的這樣一個態勢 所以操作面來說的時候 我們也跟大家稍微做相關的提醒 那提醒1 叫做是中鋼 當然我跟大家說過 我依然看好所謂的鋼鐵的這個 長線的所謂的碳中和的題材 鋼鐵 水泥 甚至像是玻璃 玻璃 沒有玻璃 是玻璃 只有玻璃而已 那依然看好這個長線的題材 可是如果就短線上面來說的話 昨天跟大家說 那個中鋼已經消化了那個有沒有 4月22號的那天的那個賣壓 然後去做創高了 可是今天 它竟然又發生了這件事情 那無論它是什麼原因發生的 就是疫情也好 或者它自己 這個發生的現象都好 只要是發生了這一根 那個高漲爆炸長上引線的時候 我就要請大家難免 必須要去做尊重一下 技術面這樣的一個走勢 所以這一根線型恐怕會讓 短線上面的中鋼 或者是短線上面的鋼鐵族群 我們必須要去做一個整理的這樣一個時間 當然今天還是有鋼鐵漲停板的 可是我要講一個大方向就是 它是龍頭 那如果龍頭 去做休息的時候 其他的個股也會稍微去 要去做一些休息的狀況 所以你看一下它上次那天 它在4月24號那天出現了之後 就整整整理了兩個禮拜 才創高 結果今天又遇到倒霉的事情 所以這個技術面的操作上面的話 就只能尊重技術面上面的一個看法 所以這個是必須要留意的 高檔爆量長上隱線的這件事情 那另外的話呢 我們繼續往下看下去的話 台波我們目前看起來的話 還是一樣還OK 就是它目前看起來的話 這個量價結構的配合還可以 那這個長線的題材我覺得 依然可以留意 那可是我就短線上面來說的話 它這邊 當然短線上面有一個比較屬於大漲的過程 那無論如何的話 長線的台波我依然看好 所以這個是那個在台波的部分 然後台泥也算快速看一下 那台泥其實如果看一下 今天的這個下跌2.46% 嚴格說起來不算多 那甚或是說這個時間點 如果看一下台泥的狀況來說的話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台泥還竟然還可以守在月線的這附近 那這種這種手法的話 其實就是表示說 它其實還是屬於一個長線偏多的 這樣子一個台泥 那甚或是我們跟大家說過 台泥它就是 具有配發現金股息3.5元的台泥 所以你去換算一下 它現在目前的現金殖利率 竟然還有高達6%之多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如果行情去做比較 就是行情在修正的過程中 或者是說行情已經屬於 比較偏向震盪的過程之中的時候 這種具有防守的題材的個股 就是進可攻然後退可守 具有現金殖利率的 這樣一個成長的個股的話 它會是在這個時間點去穩盤 很重要的一個資金的避風港 這樣子一個現象這樣一個方向 然後這個可以跟大家做相關的提醒 那 可是這個時間點的話 還是要稍微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說因為之前跟大家說過了 畢竟如果你有發現一些個股 它們在短線上面 有所謂的幾漲大漲的這樣一個現象的時候 因為我之前跟大家說過 就是短線上面漲多的話 就是你還是要留意一下相對的追價的風險 因為你在每一次的進場的時候 你還是要留意一下說 我到底是進場的時候 我要拼多少的獲利 可是我要用多少的停損來去做 來去做那個 就是去用多少的停損來去換多少的獲利 那當然那個友達它是我常常在講的一個例子 友達我覺得它現在這個時間點 還是屬於一個成長的產業 可是短線上面這邊來說的話 它還是難免受到行情的影響 所以造成它短線上面的一個大跌 或者是經驗還 就是面板經驗都是跌停 可是如果就這個時間點來說的時候 我覺得還是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說那它如果後續 能夠在這邊去做一個拉回首穩 那這邊來說的話 後續的行情我覺得還是可以略為 就是偏多來看待面板的族群的部分 那原因是因為它的報價依然持續在做上漲 所以有一些為什麼要特別舉友達的例子 就要跟大家提醒到就是說 如果是所謂的報價上漲的族群 可是短線上面如果有短線漲多 然後距離那個所謂的月線 乖離過大的時候 它難免會有所謂的 就是短線超漲之後 會有短線上面超跌 那當然今天這一根是多跌的啦 因為這一根真的是因為今天疫情的關係 所以它是多跌的 可是至少如果你買在這附近來說的話 那你會是屬於一個相對還可控的這樣一個風險 可是如果你買在這個地方來說的話 你會先吞掉了30%的跌幅 今天再虧10% 所以那個就是在一個10%的這樣一個 合理的範圍的一個修正 或者是40%這樣一個修正 那你可能就可以了解到 我為什麼最近這段時間都要提醒大家 所謂的短線漲多的個股 那留意追加風險的這樣子一個操作的一個策略 就是風險的提醒的部分 那這個要跟大家做相關的說明 那後半場的部分的話 因為我常講一件事情 就是在我的YouTube的留言板 都是開放給大家來做留言的 所以如果能回的話 我都會在我們的YouTube跟大家來做相關的互動 那其實如果就最近來說的話 其實看起來好像還蠻多的投資朋友 都是留在那個電子股上面還蠻多的 所以電子股最近還是比較屬於沙盤的重心 那這個時間點的話 就是可能要請你稍微留意一下 一些操作面上面的那個風險的控管 那我剛剛看到一個留言喔 這個我們之前跟大家說過 那我覺得今天的那個時間點的話 因為還有一些 所以我可以再額外再拿一些時間 來跟大家做一些相關的教學的部分 那這位是那個加喊林小姐 林小姐這邊有說 想請問中國官方對特斯拉封鎖的消息 會不會使援金繼續下修 或者是暫時性的影響呢 那我先那個先把這個問題 先稍微留在這邊一下下 那我後面再做回答 可是我要講的另外一件事情是 好像常常你會在市場上面聽到一些 你認為好像聽說叫做是內線 或者是聽說人家怎麼樣怎麼樣 或者聽說這場個股怎麼樣怎麼樣 那你要用什麼樣的一個角度去切入 或者是說你用什麼樣的方向去判斷這個 所謂的聽說的真偽度呢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簡單的教學分享給大家 所以因為今天的行情就是 就是系統性風險了嘛 那你可能要就是稍微留意一下 你自己的操作面上面的風險跟停損停利的控管 那我們花一點時間來跟大家講一些教學面的部分 來 那個幾個面向來研判 那第一個面向叫做是新聞跟消息怎麼說的 然後第二個面向叫做是公開資訊傳觀察站怎麼說的 然後第三個面向叫做是線型怎麼說的 線型怎麼會說呢 沒錯線型它就會說話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狀況 那我們先講一下 那個因為其實那個所謂的元金跟特斯拉的這件事情的話 我先講就是那個元金有出來去做否認出來去做澄清 所以那個我先講說它到底是暫時性的影響或者是什麼 什麼封鎖性的影響 這個我今天先不回答 但是我教你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來怎麼樣來看這個所謂的聽說的真偽的程度 那 前幾天 確實市場上面有講到說 那個5月3號的時候新聞說 那個 特斯拉 太陽能鏈然後元金入列 這是5月3號的新聞 那時候的話其實大家有講說 什麼什麼什麼特斯拉衝刺太陽能事業 然後來台灣去找元金來雀屏重選 然後說什麼要包下元金的太陽能 那個電池的模組的產能 那結果呢當天的那個公開諮詢站 然後元金就對於這一則新聞去做澄清了 來5月3號 澄清媒體報導 所以 第一件事情 你如果看到一則新聞的時候 就是你或者說你有聽到這種傳聞的時候啊 你可以去留意一下 公開諮詢站 公開諮詢站上面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澄清的報導 那我們之前跟大家說過 如果他們在澄清的時候 用了一件事情說 以公司發佈為準的時候啊 那個反而很有可能是真的喔 那那種的話其實就是表示說 那他就不方便否認嘛 那可是如果像這種 這種否認的方式的話 那他只有說本身公司營運狀況裡 那個一切正常 那這種是屬於那個什麼什麼媒體 發言出來做判斷的 那甚或是像是那個 他們的董作 也有出來否認 來元金的董作他這邊有說消息不實 他如果敢講消息不實 那就看起來真的是 不是真實的事情啦 所以我們是以這種 這種方向來去做判斷 就是他敢否認 那他應該就是真的是沒有 那如果他沒有去做否認 只是說用公司發佈的訊息為準的話 那就是有可能是有 所以我們這是第一件事情 可以用這樣來做判斷 那第二件事 這是已經第二件事情了 先看新聞嘛 然後再看公開諮詢站 或者說看那個公司有沒有 有沒有出來做澄清嘛 那第二件事情的話 第三件事情啦 那個來 看一下下那個第三件事情的話 就是說現行怎麼說的 那現行怎麼樣說呢 我們來看一件事情喔 我記得我們之前跟大家說過 我正在追蹤元金 大概三四月的那個時間點吧 可是那時候喔 我說的一件事情 其實我們有聽到一些說法 叫做是 四月份的元金的營收 會開出來很漂亮的營收 那可是呢 當我聽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有請我們研究團隊 去了解一下狀況 可是我後來算了 就那個答退堂股 不想要追蹤元金了 那時候我也跟大家說過 我為什麼不想去追蹤元金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在現行上面 出現了一個很討厭很討厭的事情 就是這一件事情 有沒有發現 我每次都喜歡跟大家提醒一些 像是那個指掌的訊號 或者是說 短線上面有高點的訊號 或者是說留意一些相關的風險 我不要跟你一路很多在很多 來 這是哪一天 4月13號的那一天 我們之前就跟大家提醒過囉 就是4月13號的時候 它出現了這一根高檔的爆大量長上影線 那如果出現這個高檔爆量長上影線的時候 它就不得不 有在股價這邊去做一個整理 那它整理如果像是剛剛 我們剛剛之前有看到 像是整理完畢能夠再轉強的話 那再去追就好了嘛 可是萬一是說整理線行完畢之後 再去轉弱的話 那就拜拜謝謝再聯絡 那勝貨是說它的線行 就很明確的就是跌破了月星又跌破了季線 當然你會說 這是最近行情比較不好的關係 所以造成它跌破月季線的 可是它終究還是跌破了月星和季線 也就表示說它的整理時間 恐怕是需要稍微拖得長一點點了 所以通常呢 如果看到這種狀況來說的時候 我先打那個槍 就是那個所謂的元金 有沒有切入特斯拉的供應鏈 我先說恐怕是沒有那麼樣的樂觀的狀況 那如果有的話 我們等一下再看一下 如果有的話是說什麼狀況 所以那個林小姐這個問題的話 我覺得還是會變成是兩個問題 就是第一個 它到底有沒有切入供應鏈 那第二個的話是說 如果真的有的話 才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可是看起來是它連切入 都好像還是一個問號的狀況 所以它根本沒有辦法 到你現在目前這樣的問題 的這個時間點 所以先回答你這個問題 那也用這個問題來當做一些 判斷聽說的真緯度的 這樣的教學分享給大家 那另外的話呢 如果真的有的話 這種才是真的有 如果還記得的話 我們在去年11月 11月多吧 那時候我不是跟大家說過 那個我被專訪說 蛋哥有沒有趨勢成長的6大產業 我們就分享給大家 第一大產業怎麼樣都是電動車 那個時間點的話 是在去年的11月的時間點 11月24吧 我記得的話 在這邊 就已經在160塊的時候 分享同志給大家了 那同志就一路飆到370塊 379塊的那個 那個相對的高點地方 那你應該會聽到 其實我最近比較少在講這個同志 甚至我還是比較少在講 所謂的那個電動車這個族群 原因是因為這個時間點看起來 似乎電動車的族群 他們都漲過一輪之後 然後去做一個相對下跌的修正 或者是說股價現行的整理的 這樣一個現象 所以真的有 它就一定要反映在它的營收上面 真的有 就一定要反映在他們的線型上面 有沒有發現 它之前的線型 就是在那個月線和季線之上 去盤間盤間再盤間向上的 所以同志它真的有切入到 那個所謂的特斯拉的環境雷達的這個部分 那可是 我很討厭每次都要說可是了 來 就算有 你也要注意一件事情 叫做是說如果有的時候 那它應該要是營收能夠進來 它的線型要能夠強勢 它的股價能夠不斷持續上漲 可是到379之後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它怎麼好像在盤頭 然後怎麼好像在線型在轉弱 然後怎麼好像是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它的營收怎麼在衰退 今年的1月的營收 它竟然是月減8% 然後2月的話當然難免 因為那時候是過年期間 所以它月減了28% 那3月的營收的話 好像恢復正常了 結果到4月營收的話 結果又衰退了 所以這件事情的話 讓我不得不 對所謂的同志這個時間點的線型轉弱 去持一個比較保留一點點的態度 所以我就比較 最近就比較沒有在講同志了 那如果可以的話 等它下一次的線型整理完畢轉牆的時候 我們再來去做它的一個進場關注 留意嘛 那可是呢 這個時間點它就是線型弱勢 那我就只能先尊重線型弱勢的 這樣一個同志 所以簡單的歸納 如果所謂的你聽到一件事情 你要怎麼樣去判斷它的真緯度 那你先確定一下 公司有沒有出來澄清 或者是說那個所謂的公開資訊 觀測站有沒有出來做澄清 還有就是營收的角度 還有就是線型的角度告訴你有沒有機會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它線型就會告訴你 真的就是比較弱一點點 如果真的有的話 那你就可以去做相關的個股的留意 因為趨勢只要站在你這邊的話 那你就可以賺到那個聽說的錢 所以這跟大家來做說明的部分 那今天節目的話 我覺得大概是先跟大家說明到這邊 然後那個後面本來講聯發科 我們最近已經跟大家說過了 那這個時間點的聯發科 我覺得依然是非常看好的 原因是因為這時間點啊 其實它已經跌到15倍本一比了 那只是這個時間點的話 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說 欸 喬聯發科我還沒有買喔 那稍微再等一下下 因為行情在做整理 那這個時間點我要再額外的特別叮嚀 叫做是落下的刀子不要接 這是承襲我們這段時間 一直來跟大家說明的 行情變得更加震盪了 那如果你有看到一些個股 已經是修正到 就是所謂合理的評價區 那可是如果在這時間點 它還是屬於一個落下的刀子的話 那恐怕還是需要稍微保守一點點 那請就是 稍微等待一下它 現行整理完畢轉牆 之後 再來去做進場切入 當然你不會買在最低點 可是你會買在一個 相對安全的那個時間點 所以這個額外的特別叮嚀的部分 那當然還是要務必守好 你是也每一次的停損和停力 因為你看我節目 我會告訴你 我的看法是什麼 可是在操作面上面的話 如果不是會員的話 還是要請你自己 守好你自己的停損和停力 那另外的話 最近要跟大家說明一件事情就是說 拜託你不要在這個時間點 去做融資的交易 因為融資的交易會讓你槓桿 就是放大你的一個交易的槓桿 那尤其在最近的行情 比較波動一些些 如果一般的正常狀況要跌10% 可是你如果用融資的話 你是跌12% 15%左右 那每一次的融資的這樣一個操作 都會讓你的虧損去做加倍的 當然你會獲利會加倍 獲利會加倍 可是你的虧損也會加倍 尤其在這個行情 比較這麼這樣震盪的過程之中 平常我就不建議了 尤其在這個行情 這麼震盪的過程之中的話 還是拜託你 就是務必守好你自己的一個 交易的一個資金的控款的部分 那以上的話是今天的盤後解盤 那如果還有什麼沒有講清楚 需要我們來跟我做互動的地方的話 都歡迎在我的YouTube下方做留言 或者是可以在我的LINE和Telecom 這邊跟我視訊一堆一 那如果需要我的協助的話 也可以用LINE和Telecom 跟我們來做視訊的服務業務洽詢 那另外的話 0800-668-085 也是我們免付費的服務電話 那無論手機私化都可以來做撥通 那一樣是預祝各位投資朋友獲利 發發發 謝謝大家 謝謝 參加其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